本年是全台灣最大的蒜頭生産地 最近也已經整理採取紀錄 因為蒜頭受降的價格 定定身為插頭的目標 本年後北定就有這位農民 為了收穫新扣淨的蒜頭 但是爭了30億的減失去 也來向健康申請順利收 甚至連初來市的高峰 也做會加力豪酸的勁動 可以說把蒜頭的層口 動作是金庫來保護 一包一包的蒜頭 整堆拿刷 這都是農民辛苦進做的辛苦 最近是蒜頭的採取紀 因為蒜頭受降價小管 定定身為插頭的目標 為了收穫給自己辛苦的辛苦 這些農民都有自己的核酸專案 後不一定就有一位農民 中村口的主委到萬減失去 也向健康申請順利收 可以說是中村口動作是金庫 減失去當然是要爭啊 不然要有插頭體 爭一二十幾的 還有我們在蒜頭上 我有參加民眾設有檔的時候 想說他們都會來蒜頭 有六天 還有到三天看 沒有蒜頭去 蒜頭是 一年收一回 不能收兩回 本來這就是我們要提倡 這些蒜頭會淘汰的東西 我們要注意 不然減失去和順利收 連家裡的狗都做在來加利保護蒜頭的行動 農民表示 蒜頭真辛苦 要整七個月才可以修行 透過減失去、市狗 以及順利收頂方式 就是希望插頭不來煮東西 是要放在蒜頭上 不然要直接放在蒜頭上 不然要直接放在蒜頭上 就好 重點就是蒜頭上 到這個 我們這個 減失去都 想說有6-6 這個 這個蒜頭很更好 收成都十多 十多天 很快 最近因為外國的蒜頭 還要進去 我們來的蒜頭要進去 就說 前方的這個 以前就沒有蒜頭 那最近才有 這幾天才有進去 一個蒜頭從蒜頭開始 一直到採收是非常不簡單 希望透過境方 和民間共同合作 和農民主性的風環 讓蒜頭比頭的事件還不再發生 記者林芳博 蔡鳳報導